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390页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票据法的理论知识深入篇 这一节可以说是咱们主观题考试的一个复况 所以这一节会提醒大家有一些内容你是需要比较深刻的记忆和背诵的 特别是票据法 因为票据法本身它那些表述比较晦涩 什么前手 后手 不能向这个追溯 不能向那个追溯等等这些 这个你在考场上凭借自己的语言可能比较难以去组织起来 所以这些提醒大家要背诵的更要注意 你看破产法好一点 基本上你把这个案例里边 什么假翻译成债务人 乙翻译成债权人 这个王某翻译成管理人 这个规范的表述就出来了 票据法不太行 所以咱们这个票据法方面 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去进行记忆和背诵的 好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问题 叫做票据基础关系 这里边这个概念我不给大家念一遍了 就是说白了 我把一张票 比如说咱们评论区有个同学叫叮叮当当 这个叮叮当当同学 我把这张票背书转让给你 那为啥呀 对吧 这肯定里边有一些事情 对吧 我们两个得有一些基础关系 比如说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合同关系 你给我供货 好 我给你付钱 只不过我不给你付人民币了 我给你付一张银行成对汇票 以成对汇票背书的方式来进行支付结算 你看咱们这一张的标题叫票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对吧 或者说你给我租房子 我给你付租金 这也行吧 你是包工头 你给我干活 好 我给你付工程款 这都行 所以票据本身要有一个基础关系 就这个意思就完了 然后呢 后面这个案例咱们就不讲了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 我们两个之间有票据关系 那肯定背后有一个其他的关系 咱们大家跟我翻到391页的这个中间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 我们说无因性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我们说基础关系 首先对于票据关系是不是有必要的 肯定是有必要的 票据的签发 取得 转让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好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简单介绍一下 咱们底下这个典离研席也不给大家看了 大家跟着我往下翻 这个第二个问题 我们说票据本身要有基础关系 是吧 那有了基础关系 这基础关系就可能有问题 它就有可能出现什么 出现效率上的瑕疵 比如说欺诈定例的被撤销了 咱们第二章讲的可撤销的明日法律行为 效率来定的明日法律行为 无效的明日法律行为 对吧 如果说票据行为赖以合法的基础关系 出现效率上的瑕疵 或者内容与票据关系不一致 甚至并不存在 那么我们的票据行为是否受到影响呢 答案是比较明确的 什么不影响 基础关系的效率瑕疵 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率 比如说我们作为票据基础关系的一些原因关系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买卖合同 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 这些原因关系 也有可能比如说这个成队人 和出票人 之间它存在一个资金关系 比如说他们俩之间签了一个这个成队协议 成队协议呢 前提条件比如说出票人在成队人这存多少多少钱 或者在这买什么什么理财产品 好人银行才给你签这成队协议 这叫什么资金关系 好 最后这个出票人没有在成队人这存足够的钱 或者是这个成票人 成队人主张出票人欺诈定例的成队协议 那导致法律关系可撤销 人成队人可以撤销这个成队协议这个合同 是吧那这种情况下是否影响已经做出的票据行为的效率 是否影响后续的这个票据关系呢 我们说不影响 这句话呢要求大家一定要能够背下来 作为基础关系的原因关系 资金关系 被成立 无效或者被撤销 那已经做出的票据行为效率 并不受该等情况的影响 那 哎 有的人说刚才没声音 应该是有的哈 应该是一直有声音的啊 好 为什么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啊 哎 你就想哈 这个票啊 它赖以存活的生命力源泉 就为什么咱们要用票 因为它便于流转 便于支付结算 对吧 有可能A给B B给C 26个字母都不够用了 咱们评论区前两天不是有个同学说吗 自己处理过 这背书了大半个中国的票 是吧 哎 你说背后到最 这个背书到最后那一手 他哪知道这个出票人 跟你这个成队人之间有啥矛盾啊 对吧 他哪知道你这个第一手 这个出票人 跟第一个背书人 那有啥矛盾 人家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在让那些 那么早期 这个初期的事情影响咱们后续这么多人的票据权利 票据义务 这个确实啊 很影响交易的效率 所以我们法律规定啊 基础关系的效率瑕疵 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率 那哎 我们指认票 来 这个其实呃 我们从票据另外一个特点也能推断出来 叫什么的文艺证券 文艺性 只看票面上的记载 那好 这是这个基础关系效率瑕疵 对票据关系的影响 那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A与B约定 A将一支手枪卖给B B以一张汇票去进行支付 并将该汇票背书转给A 此时A与B之间就枪支形成的买卖合同 我们说买卖合同无效 违反法律法规 违背公须粮足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是吧 这很明显 你买卖合同的标的是一个什么物呀 是一个禁止流通物 对吧 所以基于你买卖禁止流通物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 对吧 所以合同无效那影响票据行为的效率吗 不影响 那万一这A拿这票又背书转给C D E F G 人G拿着票 那哪知道你A跟B之间买卖的是手枪呀 人根本搞不清楚 也没有义务之道 拿着票找银行付钱就完了 所以该票据的背书行为依然有效 那后手仍旧可以取得票据权利 好第二个 这是前面讲过的一个案例 C公司申请D银行为其签发汇票进行成对 为此双方签订了成对协议 基于该协议 D银行对C开局的汇票成对并加以签章 之后上述协议被撤销 比如说D银行说C公司欺诈定立成对协议 但是我们说D银行你在票上盖章了吗 盖章了 盖了不好意思 那你就是成对人 银行成对汇票上的成对人 我们作为票据上的主债务人 承担最终的追索责任 对吧 那D银行已经实施的成对行为依然有效 依然有效 你看考试里边这个题经常考 基本上每年都考 去找银行付钱 银行不给 这个惯用的套路 给了这个票据上的所有权利义务 这个归于终结 归于结束了 对吧 所以肯定不给 那有可能银行就拿这个理由 作为抗辩的理由 堂塞的理由 那我们大家就要答出来 这个票据关系的 票据行为的无音性 这么的一个特点 那好 这个案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那来我们来看第三个 这是一个2019年的单项选择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要题稍微有点难 它其实是一个票据法 跟合同法的结合 那来我们来看一下 假公司向乙公司签发一张金额 为35万元的银行成对汇票 用于支付购买设备的价款 那你看这个购买设备 这不是告诉你了 有基础关系 乙公司随即将汇票 背书转让给丙公司 用于支付工程款 在丙公司提示付款前 假乙公司之间的设备买合同 因乙欺诈而被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假公司的下列主张当中 符合票据法律制度规定的事 对 他考的呢 其实是一个票据行为的无音性 对吧 假给乙出了一张票 乙呢 把他背书转让给丙 但是现在假乙之间的 这个设备买卖合同 因乙公司欺诈而被人民法院撤销 那假乙之间的基础关系被撤销 好 假公司的下列主张 符合票据法律制度规定的事 首先我们来看 现在持票人是丙 对吧 那假公司他要主张啥呀 那我说这个 这跟票据法有啥关系呢 我们往下研究 假跟乙 我们说这个乙欺诈了假 所以假乙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被撤销了 是吧 被撤销了之后 我们说假乙双方付有一个什么义务呀 返还原物返还价款 对吧 好 那乙把这个 应该是假把这个设备返还给乙 乙呢 得把这个对应的价款返还给假 好 这就是我们假要的主张 哎 你得把钱退给我 返还价款 是吧 好 那现在问题能返还吗 哎 假象以支付的是一张银行承队汇票 好 以把票退给假 不好意思 退不了了 为啥呢 这票在丙手里 是吧 所以啊 我们说这个返还汇票的 这肯定都是错误的 对吧 人票 现在票据权利人是丙 对吧 那你丙退给假那有啥用啊 对吧 人票据上记载的权利人是丙 你假拿着张纸没有意义 哎 你得是合法取得票据权利的权利人才行 是吧 好 这个是A和C肯定是错的 那就来看D 对不对呗 这个B和D两个里边选一个 啊 我们说这D 打耳一看 这就跟我们刚才讲的冲突吧 票据基础关系的效率下词 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率 对吧 不能请求成对银行对丙公司拒绝付款 秉是合法持有票据权利的权利人 哎 请求成对银行 主债务人去付款 哎 应当无理由去进行付款 对吧 好 所以D也是错误的 我们这要提应该选择的是B选项 哎 应该选择的是B选项 那稍微有点难 哎 因为它是跟这个合同法进行的结合 那 好了 有同学说 如果已没有备出转让票据 能让假这个归还票据 来我们这个一会儿给大家讲 别着急 我们讲票据抗辩的时候再给大家讲 那 好 呃 这要提选B选项 来 第二个 如果说票据基础关系的内容 与票据记载不一致的 票据关系的内容呢 我们以票据记载的为准 这是票据文艺性的体现 那 这个点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个案例呢 就不给大家看了 就是比如说合同金额100万 票签错了 签成1000万了 以哪个为准呢 以票面记载为准 啊 这是一个文艺性的体现 好 这里面第三个 哎 这个也要大家能够背下来 我们说票据的无音性 有没有例外呢 有一个例外 我们叫什么票据权利的买卖 哎 我们说票据啊 本身啊 持票人通过合法途径是可以贴线的 哎 你比如说B 这个A出一张票给B 那比如说半年后到期 好 那这种情况下 哎 我们说B 现在就特别急用钱 我等不了半年 急眼了 怎么办 可以找一个银行 把这张票呢 去进行一个贴线 什么叫贴线啊 就是字面意思 哎 我把这张票呢 贴给你C银行 然后C银行给他钱 那只不过人家肯定不能 比如你票50万 我不可能给你50万的钱 我得扣除一部分货币的时间价值 哎 你这票半年后才到期呢 我可能给你这个48万 哎 就这样 这叫做一个票据的贴线啊 这是也是一种背书转让 只不过背背书人 他往往是持牌的金融机构 这是我们法律允许的 那如果说这个C银行不是一个持牌的金融机构 哎 就是一个普通的C公司 那这种我们国家规定啊 这样的C公司呢 是不具有从事票据贴线业务的法律权利的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认定这一次的贴线交易 或者说这一次的背书交易是无效的 如果票据售售的原因是票据权利的买卖 即缺乏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则该票据行为无效啊 背背书人持票时并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哎 这就是我们这个票据行为无因性的一个例外 哎 票据行为无因性的一个例外 同时我们比如这种接受票据的C公司 还有有可能承担行政责任 比如被罚款 甚至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哎 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这C公司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 这都是有可能的 好 这是我们票据行为无因性的一个例外 我们通过一个例题来巩固一下 有可能说用钱买票 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 出现了这种情况咋办 在背书回去 出现这种情况就不取得票据权利 不取得票据权利 A公司因急需资金将其作为收款人的一张已获银行成对的商业汇票 背书转让给B公司 你看它是B公司 不是银行 汇票票面金额为50万元 B公司向A公司支付42万元作为取得该汇票的对价 你看他扣了8万块钱的利息 根据票据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关于A公司背书行为效率及其理由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我们首先背书行为是有效还是无效啊 它属于票据行为无因性的一个例外 对吧 票据行为无因性的一个例外 所以它肯定是不有效的 肯定是无效的 那无效的原因是什么支付的对价过低 人家法律不管你只有对价 高不高低不低 这是你自己考虑的问题 你觉得划算你就背书转让就完了 但是问题是啥呢 他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 这条题应该选择的是4D这个D选项 那就是一个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贝贝书人持票时并未拥有票据权利 好 这是我们第一部分 票据行为无因性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然后呢 咱们进入第二个问题 叫做票据的伪造和变造 票据的伪造和变造 也是咱们主观题特别爱考的考点 这个但是呢 相对来说也没有特别的难 那我们一起来进入一下这个知识点 首先票据的伪造 票据伪造是指假冒或虚构他人名义 而为的票据行为 任何票据行为 包括出票 成对 保证 被输均可能发生票据的伪造 这是票据的伪造 那我说伪造跟变造有啥区别 我们说伪造 他改的是啥呢 改的是主体 也就在票据上签章的这些人 明白吧 那变造呢 他改的是别 都是在票上改 在票上下写 那伪造改的是人 主体 当然也有可能是法人 那变造呢 变得比如说金额呀 日期呀 等等这些叫做变造 所以伪造和变造 大家先分清楚 伪造改的是人 变造改的是别的金融啊 金额呀 日期呀 等等这些 那我们任何的票据行为 都有可能去进行伪造 那具体而言 我们典型的票据伪造行为 有以下两类 那一类呢 叫冒名顶替 你比如说 这个A公司 出一张票 给B公司 B公司 某业务员 小网 是吧 把张票偷出来 伪造了B公司的 这个印章 并记载C公司 为贝贝书人 把这张票 背书转让给了C公司 然后C又转让给D 等等这样 哎 你看 这叫什么 冒名顶替型 在没有获得他人授权 也就是没有获得 这里面B公司授权的情况下 假告他人 或者声称 获得了他人之授权 进行以B公司名义 而做出了 这个背书转让行为 哎 这叫冒名顶替 哎 当然 还有一个叫做 无中生有形 那就虚构 虚构某个 根本就不存在的人 就瞎写了一个人的名字 哎 以这个名字在票据上 去进行背书转让行为 哎 你比如说 这个小王偷出来 把这张票 这个网上写 啊 这个背背书人 B品公司 然后B品公司又背书转让给C公司 结果根本没有这个B品公司 这工章也是小王自己瞎编的 哎 这工商里根本就没有 这个所谓的B品公司 那这种情况下呢 叫做无中生有形啊 虚构某个主体 哎 并以此人名义 去进行票据行为 哎 有个人说 没事找抽行 行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票据伪造的效果 来 我们一个一个主体来看 还是刚才 那个例子 那比如说 A出一张票给B B 由员工王某 偷出来 背书转让给了C C 由背书转让给B 嗯 好 这是我们票据伪造的这个案例 第一个问题 我问你 小王 要不要承担票据责任 小王要不要承担票据责任 要还是不要 哎 这个只是我们 通过前面的学习 你们应该是能够了解的 对 beautiful 这位同学 啊 这个回答的很对 哎 考过去做厨师啊 咱们同学 这么远大的这个理想吗 不错啊 对 大家回答都是不不错的 哈 这个我们小王的压根没在票据上签章 我们讲票据法 第一节课就跟大家说了 谁盖章 谁背锅 就没小王盖章了吗 没盖章 那我可能说这不公平啊 因为小王这么罪大恶极 是吧 又从这个保险箱里偷出来 是吧 又伪造什么公章 然后背书转上给C 这肯定跟C什么恶意串通了 等等你知道 那你别管 咱们现在问你是不是承担票据责任 对吧 承担票据责任的意思 比如说这张票被承队人X银行拒绝付款 持票人D找X银行失败了 那D往前去追索 对吧 他能找小王去追索吗 不好意思 不能 为啥呢 票上根本没记载着小王 你只要背书的次数多了 那D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小王这回事 对吧 人家根本不清楚有小王这个人 所以伪造人不承担票据责任 因为伪造人并没有以自己的名义 在票据上去进行签章 这句话大家能够背下来 考试特别爱考 好 那我们说 那小王这么罪大恶极 他不背锅吗 他背别的锅 不背咱们票据法上的锅 他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行政责任 或者民法上的赔偿责任 你比如说 小王有没有可能构成盗窃罪 对吧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伪造公章也有对应的这个罪名给他 刑法里边也有对应的罪名给他 所以这是对于伪造人的效果 对于伪造人的效果 好 那小王给大家说到这 来咱们再说一说 对于被伪造人 对于被伪造人 这个黄小五说C要承担吗 C我一会跟你说 那别着急 对于被伪造人 我们说他需要承担票据责任吗 需要承担吗 被伪造人是谁呀 首先 被伪造人是B吧 对吧 有同学说需要 有同学说不需要 我们这个问题呀 这么来看 我们原则上 你说B自己在票上签账了吗 没签吧 对吧 这是小王T的签的 而且小王自己撕克的公章 TB签的 这是B真实的意思表示吗 不是 是吧 上面签的也不是B的账 这小王自己克的账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被伪造人B 原则上是不承担 因为该票据行为 所产生的票据责任的 原则上是不承担的 但是有没有例外的情况 需要承担吗 有没有例外的情况 需要承担吗 我们说 我们前面讲代理的时候 哎 你看 我们讲过一个叫做 狭义的无权代理 我们讲过一个什么 表件代理 表件代理 我们狭义的无权代理 原则上是效率待定 对吧 但是万一构成了表件代理 也就是表面上特别看起来像有权代理的无权代理 我之前是这么给大家解释这个表件二字的 对吧 什么叫客观上看起来特别像有权代理的无权代理呢 也就是说比如题目里啊 就很明白的在告诉你 哎 比如说什么小王长期负责BC公司之间的票据业务往来 对 然后呢 这个小王目前已经离职 但是B公司没有收回什么小王保管的公章 什么没有收回盖有公章的介绍信 什么什么再有空白的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等等这些 哎 他很明显的在暗示你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哎 这个C公司啊 看起来傻乎乎的 他不知情 对吧 小王长期负责这俩人的业务 小王离职了 B公司也没告诉他 哎 C善意不知情 同时他在告诉你第二件事 这B公司啊 看来在这个法律关系里边好像是有一些问题 哎 他自己本身存在一些过失 哎 公章保管不善 什么何东书保管不善 介绍信保管不善 反正不管是啥不善吧 反正B存在一些问题 C呢 还不知情 这种情况下 我们法律认定 哎 呃 根据教材观点 应类推适用票据行为无权代理的规则 根据被冒名人是否追认 相关情况 是否构成表件代理来进行判断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刚才说的啊 这种C公司 善意不知情 这B公司题目里暗示你啊 他里边存在一些过错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会认定为 那类推适用表件代理的规则 类推适用表件代理的规则 也会有错别字是吧 其实本身啊 他这个应该就说成是这个表现代理 这个见呢 就通假字嘛 对吧 通现 其实是这个意思 咱们官方的术语确实是这个字 但他其实念啊 原则上应该念线 这个字为什么念线 他在这是看起来的意思 这个应该念线 但是咱们这说惯了 表件代理也没有必要 这个调书代了 考试写哪不扣分 你就写 类推适用表件代理的规则 然后被伪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 但是我跟大家说 咱们考题里面啊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里面 都是这句话 所以咱们主要啊 被这个这句话 被伪造人原则上不承担 因票据行为所产生的票据责任 也就是B呢 原则上是不背锅的 为什么呢 因为表件代理啊 在实物里面的认定啊 有非常大的争议 什么情况下构成表件代理 什么情况下不构成 很像前两年 这什么腾讯老干妈 大家也是炒这个点 这在实物里有很大的争议 所以一般呢 怎么考题 很少这么考 这么多年考过一回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2013年 是这么考的 上一年份都是 被伪造人不承担票据责任 就这个意思 所以咱们大家重点 掌握这个被伪造人 不承担票据责任的 如果题目里非常强烈的信号 告诉你 这个C又特别善良 这B又有过失 那你才能往这个表件代理 这去考虑 好 那票据伪造的效果 对于伪造人和被伪造人 我们都说完了 当然啊 这个被伪造人 如果是无中生有形的 那根本没有这个被伪造人 那他不可能承担票据责任 没这人 你咋让人承担责任呢 好 这句话呢 也非常重要 对于其他票据行为的效果 哪些其他票据行为呢 比如说 我们还是这个案例 我们不考虑这个 类推适用表件代理的这个情形 那我们就是正常的 票据伪造 那我们刚才讲了 这小王 不承担票据责任 B公司 不承担票据责任 那我问你 D公司 如果找X银行请求付款 X银行拒绝付款 他找C C要不要承担票据责任 C要不要承担票据责任 要还是不要 这个原则就还是我们第一节课就给大家讲的原则 你自己盖章的 你就背锅 对吧 你别说什么这个B的签章无效 什么小王不承担票据责任 跟你C有关系吗 没关系 对吧 所以我们这句话怎么讲呢 对其他票据行为的效果 如果伪造的票据行为无效 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不受影响 这也特别爱考 我们这个案例里边 真实签章 谁签章了 比如A是不是签章了 X是不是签章了 C是不是签章了 C作为背诸人在票据上签章了 那是不是承担担保付款的责任呀 得承担呀 对吧 所以D找你C去追索 有问题吗 没问题 D找A去追索 找X银行去追索 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括号三 我们用这个括号一 括号二 括号三 我们把这里边A B C D X 和没在票据上签章的小王 谁应该承担责任 谁不承担责任 这都搞清楚了 那我们票据的伪造 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了 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了 好 那我们大家翻过来 我们来看票据的变造 394页票据的变造 好 票据的变造 我们刚才说了 变更的是千章以外的 其他记载事项的行为 也就是他变的不是人 对吧 他改的是别的东西 什么日期啊 期限啊等等这些 我们这个括号一呢 大家可以跟着我把它删掉 这个不是什么考点 我们从括号二开始看 票据的变造 具体情况可以是改 增 删 比如说将票据上原来 记载的金额五万元 变更为95万元 或者背书时 记载了不得转让字样 之后仅单纯的图销该字样 或者是在背书转让之后 添加了不得转让字样 这个改 增 删 但是啊 你说实话 这个变造的情况呢 多种多样啊 咱们考试里考过的呢 就是改金额 咱们考试里考的就是考这个 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考 他比较好去命题 但是啊 这里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联想到一个点 我们说票据的金额 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过呀 不得更改 更改了票据无效 对吧 那这票据变造完 这怎么还涉及到责任承担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教材哈 对这个问题 它的一个判断角度 票据金额的变造 为什么不导致票据无效 嗯 我们来看一下 最常见的变造对象呢 就是票据金额 哎 大家来想一想 这个你要是改票据 你想怎么改 肯定是有小变大 没有这谁会有大变小 疯了呀 对吧 我拿这张票 是吧 原来这张票五万块钱 那我给别人供了五万块钱货 别人给我背书 转让这五万块钱票 对吧 我现在 我想让这张票变一百万 哎 这张票原来就五万块钱 我付出了五万的对价拿来的 然后我想让他变一百万 我去买别的东西 对吧 所以有小变大是一个很常见的事项 持票人呢 往往是把自己的 这个持有的票据金额 由小变大 但是呢 票据金额 日期收款人名称 等等这些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更改 会导致票据无效 对于这一问题呢 教材的观点是 如果对于这三种事项的变更 可以通过查看票面而发现 什么叫做可以通过查看票面而发现呢 就是啊 比如人家这个五万元 是吧 你在上面涂一个黑嘎的 是吧 然后写95万元 那这个你这么变造呢 就会导致后面每一手拿到这个票的人都看出来 就是涂了个大黑嘎的 是吧 生怕别人看不见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法律就认定这张票就无效了 这对于别人也公平 对吧 你看见这有一大黑哥的 别人也看见这有一大黑哥的 对吧 他只要懂法 他也会知道啊 这票就无效了 那你不能再拿着我跟这拿这张票跟我去交易了 就这意思 那如果说他是用这个非常高端的技术 那当然具体是啥技术咱也不知道 他改完之后呢 跟原来的票你看起来一模一样 你不通过这个专业的手段 不通过技术的手段 根本看不出来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更改难以通过查看票面而发现 则票据的效率应不受影响 适用我们这里变造的规定 这也是对后手的这些人都公平 变造完 背书一百手了 对吧 那这一百个人 人家根本都看不出来 人家又不是这个干行政的 不是这个公安大队的 人家哪看得出来 对吧 所以那我们就拿这张票面上 记载的这个金额为准 好 这就是票据变造 为什么不导致票据行为无效 那还是为了这个变造后 这些人承担责任的公平性来考虑的 那主要讲讲技术 那我也得汇呀 是吧 我要汇这个 那我就不在这干这个了 不在这给大家讲课了 无效了 五万还能兑现吗 这个票据无效 那就是不能拿起票据无效 啥意思 票据权利就丧失了 对吧 当然你可以去请求别的责任 是吧 你看这张票无效了 你是不是给我打人民币 给我打钱呀 是吧 给我支付宝转账啊 这个意思 好了 对 他说那我就去公安讲别的课了 也讲不了啊 不能胜任 好 那我们往下通过一个案例 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票据变造 我们先来看 这个 我们就看这图 A出一张票给B B呢 又背书转让给C C又背书转让给D 好了 在C到D的这个过程中 这张票呢 由小变大了 原来还是100万 现在呢是1000万 好 然后D又背书转让给E 好 E看到的也是1000万 好了 那我问你 如果比如说 这有一个X银行 是一个乘对行 好 这种情况下 然后E找X银行 要求付款 X银行无理由拒付 是吧 那E就开始往前追索呗 找C 找D 找B 找A 找X银行 对吧 好 那这时候我问你 A B C D 这几个人承担的票据责任 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 为啥呢 我们考虑一下 他们当时在票上盖章的时候 的主观状态 你看A 在票上盖章的时候 我们说 他认为自己承担的责任是多少钱 100万 对吧 我最多 找我追索100万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A 背书转给这个出票给B之后 B就找X银行去提示成对了 X银行也是看着这100万 在票上盖章的 那X银行也认为自己承担的责任是100万 那B也认为自己承担的责任是100万 对吧 所以我们说像A 所以我们说像A 如果说X银行也是在这个变造前盖章的 那也包括 像AB这类很明确啊 他是在变造之前盖章的人 我们认为他应该按照什么金额来承担责任 100万 100万 对吧 那你比如说像D D是在变造之后盖章的 那C给到D的这过程当中 D拿到票 他看到的上面就是1000万了 对吧 那D被输出转让给E的时候 D自己心里想的是啥 我在1000万的范围内承担票据 担保票据付款责任 对吧 所以像变造后的 他肯定是按1000万来承担责任的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 这C怎么办呢 C怎么办呢 C我们要看情况了 C我们要看情况了 这里边我给你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 我们说C是变造人 就是C把这张票从100万改到1000万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你认为C应该在多少钱的范围内承担票据责任 1000万 对吧 C是变造人的情况下 那就你在这使坏了 但当然你除了这个要承担1000万的票据责任 有可能还要承担别的责任 其他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等等这些 所以变造人毫无疑问 他也是按变造后来承担责任的 好 这D刚才说过了 变造后 来最后一个情况 我们说 C不是变造人 C向D背书之前的变造行为呢 不是C所为 好 那第一个问题 我问你 变造人 承担什么样的票据责任 变造人 比如说有一小玩儿 是吧 好 大家现在举一犯三了 那变造人要承担票据责任吗 变造人不承担票据责任 对吧 因为他没有签章 好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现在C我们变成了一个模糊状态 C不是变造人 比如说这小王是C的员工 小王变造的 那我们C到底他是在变造之前签章的 还是在变造之后签章的 不知道 小王是C的业务员 你不知道他这票呢 是小王拿到C公司签章之前 就给改成一千万的 还是C签章之后 小王又给改成一千万的 如果我们这个事实判断不出来 不知道他是变造前签章的 还是变造后签章的 我们法律推定C怎么样呢 推定C按照变造钱的金额 来承担票据责任 我们防止冤枉好人 我们给C一个缓冲的余地 当然如果我们法律啊 比如说你这个调查的非常清楚 他就是C就是在变造前签的 或者C就是在变造后签的 那我们就给他确定下来 他要么是一百 要么是一千 如果确定不下来 C到底是什么时候签的 变造前还是变造后 好 那我们统一按变造前 防止冤枉好人 防止冤枉好人 好 那我们这个案例呢 给大家讲完了 有时候一对从无 就是这个道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法条的规定 变造前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人 依照原记载事项负责 那就是变造前的 如果不能辨别是变造前签的 还是变造后签的 是为在变造前签章 就我们刚才讲的嘛 对吧 按照一百万承担责任 那如果是在变造后 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人 要依照变造后的记载事项负责 如果变造人也是票据上的签章人 那变造人应当解释为 在变造后的票据行为人 那如果C就是变造人 那他要按变造后的去承担票据义务 去承担票据责任 好了 那到这儿 我们这个票据的伪造和变造 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伪造的一定是咱们 呃 必考的考点 每年这几套试卷里边肯定有一个考这个票据伪造的 所以大家要重点关注啊 来 咱们进入395页的下方 咱们进入这个票据权力的善意取得 咱们讲第三章的时候啊 其实有给大家讲过 这个所谓的善意取得制度呢 你不光在第三章能用得着 误权法上能用得着 我们后续有好多章节都能用到善意取得 你看公司法里也有 对吧 你看咱们破产法是不是也讲善意取得了 对吧 破产取回权的时候 是不是也讲善意取得了 那票据这儿呢 还有 而且票据这儿呢 考的相对来说啊 还比较多 哎 这个善意取得呢 基本上也是两三年就考一次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不过呢 大家一听呢 应该也就能明白 因为咱们前面已经有了这个误权法的底子了 那 好 呃 有人说要背吗 你说哪个要背吗 你说变造那个 变造那个 其实你就知道 这谁是谁 谁变造前按前 变造后按后 分不清变造前后的按前 变造人按后 哎 你就把这个话自己组织一下就行了 啊 好 那我们正式进入善意取得制度的讲解 啊 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是指无处分权的 人 处分他人之票据权利 受让人依照票据法所规定的票据转让方式 取得票据 哎 比如咱们主要就是背书 对吧 然后呢 善意无过失 无重大过失 那么 这样的受让人 他能不能取得票据权利呢 能的 这这题的名字就要善意取得 是吧 那这样的受让人是可以取得票据权利的 那 那我刚才说了 老师 这个太抽象了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无处分权人 处分他人之票据权利呢 来 我们给大家举如下几个例子 哎 这我们前面其实讲的哈 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讲的这个票据法知识当中 都涉及这样的情况 来 来 第一个 处分人的前手 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我们来看 A对B签发一张转账支票 好 B取得票据之后 换精神命 而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但是呢 仍将支票背书转让给C C又将支票背书转让给D 好 那我问你 那B背书转让给C 这个背书行为什么效力 有效还是无效 无效吧 我们前面讲票据行为要成立 意思表示真实具备对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对吧 他也有构成效件 那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对吧 那咋有 那咋生效呢 那没法生效啊 对吧 所以B在票据上这个签章呢 我们认定是无效的 那B到C的这个背书行为 也是无效的 好 那既然B到C的这个背书行为 是无效的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里边 C又去对外转让票据 C有处分权吗 没有啊 对吧 C压根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对吧 B对C的背书无效嘛 对吧 那票据权利其实还在B这 是这个意思吧 票据权利其实还在B这 C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但是呢 C又把票背书转让给了D 我们说D哪能根据票上记载 看出B是个精神病啊 看不出来 对吧 我们假设D对于B是精神病 不知情 对于B是无名人行为能力人 不知情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C这里面又告诉你了 那这个比如说 他是为了支付货款 支付租金 支付工程款等等这些 把票呢背书转给D了 好 这个时候问你D能否取得票据权利 我们说D是可以取得票据权利的 D是可以取得票据权利的 好 大家怎么去分析 为什么这个C不取得票据权利呢 因为我们票据行为的成立 需要第一 有对应的名人行为能力 第二 我们意思表示真实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C欺诈取得票据 我们前面也讲了 能取得票据权利吗 不能 这B无名人行为能力人 那C能取得票权利吗 这盖章本身就是有法律 这个问题的 好 那我同样说我还是不理解 我再给你讲一下 这个B 我们说 它这个签章无效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好 我们已经判断了 D能够取得票据权利了 好 比如说D找这个支票的付款行 X银行付款 X银行 以A未存入 足够资金为理由 拒绝付款 来 大家先告诉我 X银行这个拒绝付款的理由 成立还是不成立 这X银行拒绝付款的理由 成立还是不成立 我鼓励两位同学 一个同学叫昌同学 一个同学叫这个肉丸胡辣汤品鉴师同学 你看人签的是啥票 支票 对吧 对吧 支票银行是不往里垫钱的吧 对吧 你支票X银行在票据上签章吗 不签章呀 对吧 你A在我这存够钱 我就给你付 没存够钱 我就拒付 是吧 我为啥在这给你们埋个坑呢 考试里大量同学掉这坑 是吧 一看这个那个 X银行拒绝付 这无理由 往上写背的那些 什么X银行主债务人 还有写的 还有这个什么 不得以资金关系进行抗辩 等等这些什么都有写的 这些背的拱瓜乱手 人家考的是支票 这真的考过 而且不止一次 去年也有这么考的 13年也有这么考的 所以这个经常这么考 所以你先看清楚是哪个票 先看清楚是哪个票 有头说光看精神病了 行 很不错 还有两位同学 这个判断正确了 下笔如有神 可不是吗 这个 人如果是支票 对你说我这 讲课我能提示 你我给你画出来 这激动的笔都掉了 我给你画出来支票 我给你画八个圈 那考试没人给你画呀 对吧 大家还是要自己先想清楚啊 看题的时候 审题仔细 好 这个 行 银行这个告一段落 咱们还是说这个善意取得 这光顾着给大家发坑了 好 善意取得 D可以取得票据权利之后呢 A D往前去进行追索 对吧 第一个问题 D能不能找 B去进行追索 D能不能找B去进行追索 能还是不能 我们说不能 为啥呢 因为B在票据上的签章是无效的 比如说D找B要钱 B到时候出示一个精神病的证明书 我是精神病 B的抗辩成立吗 成立 为啥呢 人家是无名人行为能力人 他在票据上进行的这个签章是无效的 没有有效签章的 不能找人家 要求B承担票利责任 好 第二个 我们说如果D找C呢 能不能够找C去进行追索 能还是不能 我们说可以 那你C这可货真价实在票上签章了呀 对吧 你看这C就是偷鸡不成18米 他首先B的这个背书无效 C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当然通过这个善意取得之处 D能够取得票据权利 但是呢 你说C在背书转让给D的时候 又以自己的名义 真实的在票据上去进行了签章 对吧 所以你只要签章的 有有效 真实有效签章的 都要承担票据责任 那C这个是合格的被追索的对象 而如果D找C的话 C是要承担票据责任的 那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情况 处分人前手没有完全迷日行为能力 那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A以B为收款人而签发汇票 这回大家可能这个 看见就会这个圈出来 他是汇票了 那B呢 受C的欺诈而转让 然后C又背书转让给D 好 这种情况下我问你 C取得票据权利吗 C取得票据权利吗 不取得 对吧 欺诈而取得会票的 不取得票据权利 对吧 好 那D能够善意取得吗 我们说如果这个D 在这个案例当中 比如说善意无过失 而且是支付了对应的对价 那么D是能够善意取得票据权利的 那这个票据权利的本质上是从B这取得的 因为C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好 这是无权处分 善意取得的第二个例子 来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 那处分人前手的代理人构成狭义的无权代理 那A向B签发会票 会票的收款人是 其实这里有图 那我们来看这图吧 那A向B去签发一张会票 会票的收款人是B 那C从B受让票据权利时 明知B的代理人X无代理权 构成狭义的无权代理 那代理行为是不生效力的 C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通过无权代理的方式 X是无权代理人 取得了这个B的会票 那由于是无权代理 我们说不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C呢 没有能够真实的取得票据权利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C又把票背书转让给D了 D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 那么是可以善意取得的 好 这是第三个案例 好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第四个案例 那比如说A出一张票给B 然后B呢 票据遗失被C识得了 C对D声称自己就是B 并签下了B的名字 背书去进行转让 那C对D公司背书转让的时候 有处分权吗 压根没有处分权吗 他就是一个实得人 对吧 其实质呢 是在处分B的票据权利 构成无权处分 那这种情况下 D如果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 那能够善意取得票据权利吗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有的人说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 那就对了 那就是没有区别 那因为这四个呢 我们讲的都是无权处分的情况 它的结果呢 就是一样的 只不过无权处分呢 有很多的可能性 无权代理啊 这个票据伪造啊 然后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啊 意思表示不真实 那结果都是一样的 你看来结构也都是一样的 都是最后一个人 可以善意取得票据权利 好 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几个善意取得的情形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票据法上 为什么也会有无权处分这回事 那我们正式的来介绍一下 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构成要件如下 首先转让人是形式上的票据权利人 即转让人需为票据记载的最后持票人 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啊 那压根不可能后手能善意吧 对吧 我大马路随便捡过来一个票 我是一个自然人 我捡过来一个A公司的票 我跟C说我就是A公司 C说你疯了呀 你是个自然人 人家是法人 对吧 所以你至少形式上得是票据权利人 比如说咱们刚才讲的 这个A出一张票 然后给B B疯了 背书转让给C 那至少C看起来啊 背书是连续的 对吧 C看起来是一个形式上的票据权利人 或者C欺诈取得票据也是一样的 形式上你看起来得像是真的 那要不然后手这肯定不能是善意的了吧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同学说实德怎么跟物权那里不一样 对咯 那票据法 人家要是跟物权法一样 人家还单独写个票据法干嘛呢 所以啊 咱们法律上有个原则 叫做特别法 由于一般法 人家好多法律就是有单独的规定 你理解这个 不要以为啊 我们有一个什么原则 推之四海而普世 不是这样的 我们如果有特殊的规定的 都要以特殊的规定为准 不是咱们买卖合同 那还是独立于合同法总则的呢 租赁合同还独立于合同法总则的呢 对吧 租赁合同里还有好多总则 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情形 对吧 你都要以这个特别法为准 好 好别扭 这大千世界无奇不由 你就得理解这个 你就得接受这个 我说我这一句话 我给你定义宇宙的真理 这都有骗子 对吧 因为你世界就是复杂的 是吧 好 第二个 我们来看 转让人是没有处分权的 虽然票据记载了特定的人 是票据权利人 但是此人呢 又可能因为各种原因 实质上并不享有票据权利 这里边又给大家额外补充了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A 出一张票 给B 出A 出一张票给B B呢 把这张票违法贴线了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 这个C不能取得票据权利的例子呀 对吧 假设C不是个持牌的竞争机构 没有票据贴线的这个自制 然后C又把这张票背书转让给了D公司 背书转让给了D公司 好 这种情况下 如果D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 能不能善意取得 可以 对吧 你看这里边C也是 看起来 看起来呢 它是这个形式上 C 背书转让给D的时候 C C不取得票据权利 所以是无权处分 那D满足善意取得条件的时候 可以善意取得 这就补充了这么一个例子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条件 受让人依照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 取得票据 比如说 受让人基于背书转让的方式 取得票据 那人一看背书至少是连续的 第四个 受让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 即受让人并不知道转让人没有处分权 并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情 第五个 受让人需要付出相应的对价 这个对价在考试里是怎么体现的呢 基本上都会告诉你 受让人支付货款 支付租金 支付房租 支付什么工程款 等等什么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付款的原因 他会把这个底层的这个原因关系告诉你 所以那你知道 人就是正常的在付出对价 好 这里面我提示一下大家 如果考试里 比如问你这里边D能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比如考试里问你D能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你要按善意取得来打 对吧 那你核心打哪两条呢 你不用这五条都写上 这个我帮大家去看过了 标打里呢 主要是这个括号4和括号5 所以这两个大家把它背下来 基本上就能应付咱们善意取得的题目了 对一个是受让人善意且无中大过失 且受让人付出了相当的对价 那这种情况下受让人可以善意取得票据权利 人去找银行付款 银行没有理由拒绝付款 对这个跟咱们民法上的善意取得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了 那到这儿 我们这个善意取得制度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底下虽然还有一个这个善意取得的法律后果 但是我们刚才在讲那四个案例的时候 其实把这些都融入进去了 那我在这就不花大家的时间了 那本质上你签章了就承担 有真实有效的签章 那你就要承担票据责任 找你追索的时候就不能拒付 就这个意思 所以括号3就不再给大家讲了 咱们考试重点呢 还是讲这个括号4和括号5 这两个你要能够达出来 善意取得票据权利这一点能够达出来 行 这个虽然咱们一个小时了 但是最后还剩一点这个票据的抗辩 我们把票据的抗辩给大家讲完吧 行吧 也就10分钟 咱们下课好吧 行 那咱们大家跟我翻到398页 398页 票据抗辩 为啥这个老师有自信 这个票据抗辩 这四五一二呢 老师你怎么能讲完呢 因为票据抗辩啊 其实就是咱们前面讲的所有知识的一个大的总结和复习 只有最后呢 票据抗辩的切断 是咱们一个新的知识 所以前面呢 咱们就简单过一下 首先 做一下名词解释 票据抗辩 我先问你 什么时候抗辩 我找你来主张权力的时候 你对我抗辩 对吧 我找你这个于丸的同学 我说给我钱 于丸说凭啥 我签你的吗 对吧 我向他主张权力的时候 他对我进行抗击辩解 这叫做抗辩 那问题就来了 我们票据上的权力是什么 哎 票据上的权力是什么 票据上的权力就是要钱 对吧 票据上的义务就是给钱 我们票据上权力 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对吧 这两个翻译成人话都是要钱 对吧 只不过要的对象不一样 所以我们票据抗辩 抗的是啥呢 就是我不给你钱 所以票据抗辩呢 翻译成人话 就是不给钱的理由 是不是这样就好理解了 对吧 你说我告诉你票据抗辩 我给你念一顿 你又考试也不可能默写票据抗辩 所以我给你翻译成人话 票据抗辩呢 就是不给钱的理由 那好 我们继续往下 那票据抗辩呢 还可以分类 一种呢叫物的抗辩 一种呢叫人的抗辩 物的抗辩 翻译成人话 就是谁来都不给钱 对 有的人说什么叫谁来都不给钱 就我刚才说的 你这个五万 是吧 你画土一大黑疙瘩 95万 那人都不瞎 对吧 你拿这个找银行要钱 银行能给你钱 是吧 张三李四王五 找银行要钱 银行行长拿这票去找银行 他也不能给钱 对吧 这不瞎的都不能给 所以谁来都不给钱 这叫做物的抗辩 那还有一种呢叫做人的抗辩 那就是你来才不给钱 你来才不给钱 你比如说我们讲过这个背书的时候 比如说B给C背书的时候 记载了不得转让字样 A背书转让给C C呢又背书转让给了D 好 如果在最终追索的过程当中 D先找C C来找B B能抗辩吗 不能抗辩 我们说背书人在票据上 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 仅对其直接后手承担票据责任 对其后手的背书人 不再承担票据责任 对吧 所以A 仅对其直接后手承担票据责任 所以C来找B 是不是得给钱呀 对吧 那如果说D傻乎乎的 不懂法 D直接来找B B搭理他吗 B不搭理他 A 仅对其直接后手承担票据责任 对其后手的背书人 不再承担票据责任 你看 是不是见人下菜叠了 C来找我就给 D来找我就不给 这叫啥呢 就是你来才不给钱 这种抗辩理由叫做人的抗辩 是不是明白了 一种叫物的抗辩 一种叫人的抗辩 其实都是大白话能说明白的事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什么情况下构成物的抗辩 什么情况下构成人的抗辩 这前面其实都是讲过的 我们做个总结 物的抗辩 票据上物的抗辩 又称绝对的抗辩 是指票据所记载的占物人 可以对任何持票人 所主张的抗辩 谁来都不给钱 具体的情形可以包括 比如说票据所记载的 全部票据权利都不存在 出票行为 因法定形式要件欠缺而无效 比如说欠缺了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或者出票负条件 或者什么票据金额的中文 大写和数码不一致 对票据金额 日期收款人名称 进行了显而易见的更改 或者说票据权利已经消灭 比如因付款之后 票据上所有的权利 都已经消灭了 那你不能第二次 再去提出一个付款 好 第二个票据上记载的 特定债务人的债务不存在 比如说签章人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票据行为无效 不承担票据责任 也是我是精神病 谁来找我要钱 我都不给钱 谁来都不给钱 也是误得抗辩 还有狭义无权代理的情况下 本人不承担票据责任 或者紧对不超越代理权限的部分 承担票据责任 还有比如说票据伪造的 这个被伪造人 原则上也是不承担票据责任的 除非类推是用表件代理的规定 还有票据变造时 变造前在票据上签章的债务人 可以拒绝依照变造后 记载事项来承担票据责任 好我们就讲到这个前四个 五和六大家简单看一下 那我们课上就不再说了 好这叫做这个物的抗辩 来我们来看这个人的抗辩 那人的抗辩 人的抗辩呢 就是你来才不给钱 对吧 票据上人的抗辩又称相对抗辩 是指票据债务人 仅可以对特定的持票人 主张的抗辩事由 人的抗辩呢 可能基于如下原因 比如说基于持票人方面的原因 比如说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 对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 你比如说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呢 假如票据上的权利都已经消灭了 你比如说为啥不享有票据权利呢 因为他涂了个大黑疙瘩 五万涂成了九十五万 因为这种原因 那构成物的抗辩 但是假如票据上仍有权利存在 只是现在占有并主张票据权利的持票人 并非真正的权利人 则属于人的抗辩的范围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A对B签发转账支票 B取得票据后患精神病 而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但仍然将支票背书转让给C 之后呢 C持票请求支票上记载的付款人 如意银行付款 经调查如意银行获悉 B在向C背书转让时 该支票时患有精神疾病 已经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 那B向C的背书行为 因B缺乏民事行为能力而无效 C并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此时B可以对C提出人的抗辩 拒绝向C付款 该情况下 B依然有权请求如意银行付款 所谓人的抗辩 本力中仅能对C提出 这应该不是B 这应该是如意银行 如意银行可以对C提出人的抗辩 拒绝向C付款 但是如意银行不能够拒绝向B付款 就这个意思 当然 有些人说了 如果说如意银行没有货期 怎么办呢 不要钻牛腰间 咱们票据法上 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咱们考试会回避 你就按照咱们这个教材上介绍的这个范围 按照我给你讲的这个知识点 去理解就可以了 人举的例子是如意银行获悉了 你就不要想如意银行 如果没获悉怎么办 好 这是我们典力研习9-34 第二个 持票人不能够证明其权利 最主要的情形就是背书不连续 持票人又不能够证明背书中断之处 是由于其他的合法原因而发生的票据权利的转移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讲的这个知识点 如果说背书不连续 持票人一定不取得票据权利吗 不一定 对吧 不一定 因为我们说如果能够证明 比如说其他原因 比如说继承 比如说合并分立等等这些 这是可以取得票据权利的 但是你找不到这些理由 没有继承 没有合并分立 那这种怎么办呢 人家持票人可以对你去拒绝付款 这也是人的抗辩的一个室友 好 那他说实务中真的会去看谁 这个是精神病吗 实务中啊 为啥咱们考试使用你就不用纠结呢 实务里边基本都没有自然人使用票据 对吧 所以他这个考试里如果考了呢 比如说出现什么精神病啊 什么这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啊 他本身的就是一个假设的情形 就是一个理论上的情形 对吧 你你上大马路买东西 你用银行成队汇票呀 你去小买部买口香糖 用银行成队汇票呀 对吧 人家老板都不知道那是啥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 这个为了考试设计的一个理论的情形 所以就没必要钻九角尖了 好 这是我们人的抗辩 我们给大家就介绍到这 那后面进入咱们这一部分的重头戏 作为票据抗辩切断的例外情况 那我们就先讲啊 什么叫做票据抗辩切断 这词太绕了 首先我们叫票据抗辩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给钱 票据抗辩这四个字呢 是不给钱 那票据抗辩切断 翻译成人话 就是不能不给钱 对吧 票据抗辩切断 就是不能不给钱 那好 那票据抗辩切断的例外 就是还得给钱 不是 这个票据抗辩切断的例外 就是可以不给钱 对吧 票据抗辩切断 是不能不给 那在例外呢 那就是可以不给 是吧 比如说人话会死系列 这给我自己都绕进去了 我再强调一遍 票据抗辩的是不给 票据抗辩切断 切断了 就是不能不给 对吧 那票据抗辩切断的例外 就是可以不给 原则上不能不给 有一些例外 那就是可以不给 对吧 有些人说拿大砍刀 说到底给不给 这个真的法律的语言 就是这样 大家理解一下 你要想过呢 你就得按这个来掌握 你就得把这些写 三重否定 来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的票据抗辩切断的制度 关于这一制度 票据法规定的原文 这句话大家能够背下来 票据债务人 不得以自己 与出票人或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 来对抗持票人 来对抗持票人 前半句话 大家先给我背下来 后面就是讲的 就是例外了 这个例外我们一会儿再讲 我们先 再说一遍 票据债务人 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 或者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 来对抗持票人 来 这一制度我们称为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A向B买设备 为了支付设备款 A向B开出一张商业汇票 之后该汇票经X银行成对 B与C进行货物交易 为了支付货款 B将该汇票 A 背书转让给C C取得该汇票后 因为货物交易将之背书给D 目前D是该汇票的持票人 到期后D要求X银行去进行付款 X银行说了 比如说A 没有按照与X银行的约定 在汇票到期日前 向该银行存入足够资金 这是X银行的抗辩理由 或者D 这个被拒付之后呢 找到A A说B没有如约向我发货 好 这种情况下 A或者X银行的抗辩理由成立吗 成立还是不成立 不成立 对吧 这特意看了一下 不是支票 这是汇票 这是汇票 成立吗 A和X银行的理由都不成立 你看 我们说本身X银行 它是跟谁之间有矛盾啊 它跟A之间有矛盾 对吧 这A跟谁之间有矛盾啊 A跟B之间有矛盾 那我们抗辩切断 它想表达的呢 是你们这些前手之间有矛盾 好 你不要影响我后面这些人 你不要影响我D 来行使票据权利 就这意思 我们来对这个例子啊 再理解一下 票据债务人 这不就刚才讲的A或者X银行吗 原则上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 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 持票人是谁呀 持票人是D 对吧 你ABC X这些人 你们之间互相的这些抗辩理由 都不影响我D 来主张票据权利 都是你们的问题 跟我没关系 这叫做票据抗辩的切断 票据到这 卡 切断了 其实我们这个例子里边啊 到C这 卡就切断了 这都你A跟B和X银行之间的事 对吧 跟我C就没有关系了 那跟我D更没有关系了 到C这 卡 就切断了 那D 找X银行付款 你没有道理去拒绝付款 找A去追索 没有道理去拒绝追索 这就叫票据抗辩的切断 当然你用这个票据的这个文艺性 来回答 基本上也是可以的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票据法就是 像前面讲的一样 会出现 一个题 有好几种打法的情况 好 这是票据抗辩的切断 票据抗辩的切断 好了 行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讲票据抗辩切断的例外 就是可以不给钱的几个情形 我们先讲这个第二类例外 叫冤家路窄 来 比如说 A出一张票给B B呢 跟C之间有一个买卖合同 还是X银行 T是成对 好了 那买卖合同约定呢 比如说6月1号 B呢 先把这张票 6月1号 B把票背书给了C 然后双方约定6月5号 C向B发货 好 但是6月5号 C没有一约 向B去进行发货 C找X银行付款的时候被无理由拒付 问题来了 C能不能够找B去进行追索 能不能够找B去进行追索 这就是我们票据抗辩切断的这个一类例外 叫做冤家路窄的情形 虽然我们票据行为无音性 票据抗辩切断 但是啊 你说在这个情况下 你C都没给B发货 你已经违约了 是吧 你已经违约了 那B呢 已经把票给你了 这票也是A给B的吧 这B已经损失一次了 你现在又舔着大脸来找B去进行追索 你好意思吗 我们法律也鼓励这种B 用正当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所以这是一个例外 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律行约定义务的 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 去进行抗辩 这句话要求大家能够背下来 这是冤家路窄的情况 有人说找A是不是能要钱 来你就套用了这句话 找A能不能要钱啊 找A那不就抗辩切断了吗 对吧 那就没有例外了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类例外 来我们接着往下 如果说这个C呢 又把票背书转让给了D 这个谁 荷兰诺问的 如果C背书转让给了D D呢 它本身是个善意的 受让人 不知道B跟C之间有合同纠纷 好 这种情况下 D 找B 去进行追索 可以吗 这个叫什么 十米小虾 这说的非常好 叫什么 切断了 对吧 票据抗辩的切断 票据债务人 原则上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 你看B 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前手 C之间的抗辩事由 来对抗持票人D 对吧 所以D如果是善意第三人的话 不知道B跟C之间这个纠纷的话 那可以去找B去进行追索 这是没问题的 好 现在反转的又来了 如果D不是个善意第三人 它是个恶意第三人 这竹子问了 如果他知道呢 来 我们翻到这个四百页的最下方 来 持票人如果恶意的情况 如果持票人明知票据债务人 与出票人或持票人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 而仍然受让票据权利的 那么票据债务人可以以该事由来对抗持票人 也就是说如果D明知B跟C之间的合同纠纷 明知C不给B发货 而受让C背书转让的票据 这种情况下D找B要钱 B可以不给不给吗 B可以不给 这就是我们票据抗辩切断的另外一个情形 叫做持票人恶意 持票人恶意 活该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句话大家也要背下来 如果持票人明知票据债务人 与出票人或持票人前手 这个持票人是D 对吧 恶意的D 债务人是指B 我们再讲向B去进行追索 持票人前手是指C D明知B和C之间存在抗辩事由 合同纠纷 而仍然受让票据权利 票据债务人B 可以以该事由对抗持票人D 也就是可以不给钱 可以不给钱 我们为了这个例子啊 举的顺畅一些 先讲的括号三 再讲的括号二 当然这括号二有几个小的细节 我们简单看一下就行 没考到这么细啊 这里要求的是持票人明知 如果其不知情 即使有重大过失 票据债务人仍然不得对其助长抗辩 明知与否的判断时点 应当是票据交付之时 假如持票人在票据交付之后 才知道的 也不适用该规定 好 这是我们票据抗辩的切断 好 我们基于上面的例子 就这个例子啊 我们再反转一下 我们再反转一下 如果啊 这个D不是恶意 它呢 是无偿取得的票据 好 D虽然不是恶意 但是呢 是无偿取得的票据 咱们那个要炸了那位同学 这个可以自行去 咱们这个虽然是这个线上课堂 但是不是这个 这个不允许你出去的 不会你这个退出直播间 也不会垫你一下 如果是这个无偿取得的票据 对你这个 那个什么结束之后 你回来可以稍微往前拖一下 也可以啊 对你可以带着我去 行 这个有点味道 如果你是无偿取得票据 我们法律有一个规定 叫什么呢 我们来看 因税收 继承赠予 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 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 但是所取得的票据权利 不得优于其前手 好 我们翻译一下这句话 他说什么意思 来我们翻译一下这句话 你看第五场取得的票据 对吧 这是我们票据法上一个新的规定 这个前面没讲过 大家在这也要背下来 这考试也是会考的 无偿取得的票据 不得优于其前手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D的权利 不能比C范围大 就你D的权利 不能够比C范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无偿取得的票据 或者我们在这个里边 其实你可以认为 C跟D呢 就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C能干啥 D就能干啥 C不能干啥 D一定不能干啥 就这意思 翻译成人话 就是C不能干的事 D肯定不能干 好 问题来了 C能找B去进行追索吗 能吗 不能 对吧 这我们刚才讲的 B 这个C都没有给B发货 就属于直接当事人 是用票据靠面切断的例外 对吧 C不能找B 那么D无偿取得的票据呢 他的权利又不能够优于其前手 对吧 那C不能干的 D一定不能干 所以D也不能够找B 就这个意思 这叫做无偿取得的票据 其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 那D能找X吗 能找A吗 那都可以 那都是正常的 只都是 只不过不能找B 因为C不能找B 所以D也一定不能找B 好 我们最后再反转 最后一次 胡辣汤同学回来了 恭喜 来我们来看 最后再反转一次 这个里边呢 C是背书转让给了善意的D 然后D 无偿 把这张票背书转让给了E 背书转让给了E 好 这个时候我问你 E能不能够找B E能不能够找B 这好像没啥不等的 这里边如果问你为啥能 你要答什么呢 抗辩切断 对吧 他因为D善意 所以在这儿就已经切断了 对吧 那切断完 D本身可以找B 对吧 那么E就可以找B 对吧 E只是不得优于去前手4D 对吧 那D是可以找的 E也是可以找的 这就是后边 这个402页 这括号2 在持票人 就我们讲的E 无偿取得票据的情况下 如果其前手D 已经取得了抗辩切断的保护 那么持票人的权利呢 也受到抗辩切断的保护 这个括号2呢 就没有必要再单独背了 因为它就是我们抗辩切断制度的一个应用 只不过呢 在这儿再帮大家提示出来一下 好吧 行 那辛苦大家 我们这节课上的时间比较长 咱们稍事休息15分钟 咱们3点40分 回来继续 给大家介绍 简单介绍一下第7节 然后咱们进入第10章 企业国偶资产法律制度的介绍 好吧 一会儿去讲 一会儿一会儿见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